大家好,我是牛仔 今天呢,出来转山 看看山里边这些土房子 其实三年之前啊,我就来过这边 这地方是我当时比较留意的一个地方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特别好 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 它这边现在已经是处于都是威房了 当地的老百姓呢,全都搬到下边去了 这上面都无动住人了 所以说当时就没有租成房子嘛 这旁边是一片小住民 看这房子,都是那个土房子啊 今天为什么又来这呢? 其实还是有打算的 因为准备 明年如果说开春的时候 开春的时候呢 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 然后比如说搭个帐篷什么的 对吧 或者说跟当地老百姓在这边 租这么一小块地方 它这房子不能用了 但是咱可以搭帐篷嘛 对吧 然后用它的院子就可以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过一段时间要去楼杆台 去楼杆台的话呢 所以说这个只能是先压后 看情况再说 你看它这边没有 它这边都是县城的这个园子啊 这旁边都可以种菜的 这个 是县城的这个园子 看这个房子 像它这个房子啊 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还稍微好点儿 石头房子嘛 石头房子啊 这边的都都完了 但是这边是没水没电的 它这边 这下边 看没有 就直接下去啊 这边有这个荒地什么的 直接可以用的地方很多 看这地方没有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在这个地方清理清理 在这边喝茶聊天打坐对吧 都非常的棒 而且它这个地势啊 比较高 信号还好 这个地方信号非常的足 看这地方都都荒的呢 多好的一片地方啊 非常平坦你知道吧 所以说当时还是对这儿有留意的 这个地方我就不告诉你们在哪 我自己先留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唯一一块好的地方 它这边都是那个土房子吗 那边是土房子 但是的话要是住的话 肯定还是要修缮的 修缮的话估计要不少钱的 这个地方 锁着呢 它里边有这个土灶 有土灶 看它这边房子没有 这边房子 都感觉快要塌了 这地方要弄的话 可能是要加布的 比较麻烈一些 但这个地方的大园子啊 非常的平坦 就非常好 但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呀 看它这儿有地方有 可以坐着喝茶的地方 然后几个人在这边 是吧 聊聊天啊 在这边一盘坐 看下边都非常好的 桌边是小桌林 看这个地方还有人养着蜂呢 看那后面没有 那后边 那后边还养着这个蜂箱呢 这边也就是餐历 非常大的一个院子 周围这个房子啊 全都倒塌了 啊 就是围房了水 唯独就这么一间 这间估计也够强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看看就是 看看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但是三年过去了啊 原封不动 三年之前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哈哈 看它这边这个菜地 看它这里边 这里边木桶 门板 这是刚才我进来的地方 带你们再去看看周围的房间 而且它这个地方啊 是有水泥入的 外下边啊 可以停车什么的 看没有 除了那间房子之外 其他地方那院子都没有 就是那个还比较好一点 这地方都荒废呆了 可惜了 这地方用水的话还得重新接水 看它这个都有 其实都有水管 都有水管 都有水管的 嗯 这其实这 这个还也不错 其实看这边小屋子 啊 这屋子里边是个 养生畜的啊 你看一个大石头槽子 看前面这个地方也还可以啊 有一个大树 这个地方也平整的呢 冬天都不用剪柴了 你看没有 周围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够烧的了 这个地方也能下去 下去之后那边也有一片 那个平整的小竹林呢 也就也非常好 包括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修整一下 现在中山的这个房子太贵 你知道吧 就有点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了 所以说就 准备后期打算就是租这种 荒地方 然后 我问了一下外边的老百姓 说可以接电 但是水的话 要弄的话也比较费劲 其实都可以接 如果不接的话呢 自己拿两个水桶自己接一接 对吧 到外边打完水再上来 能合上三五天 然后电的话 如果不接的话 用太阳囊其实也够了 最主要这个地方心靠好啊 好了 今天视频先到这里啊 大家 带大家呢 看看这边的这个房子 图房子 大家视频先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